大家好,我是花洛之丘 歡迎來到魔靈召喚賽號小課堂 我帶來一段我跟Rigeti的一場比賽復爬 因為我去年每週盃的對手就是他淘汰我的 所以我們兩個之間會比較熟悉 我搬了一次他的一個光德 他一個主要的光暗魔靈 然後他知道我有光蘿莉 一手搶了我光蘿莉 然後我拿出版本現在最強的一個光暗 光鳥頭 然後跟分滑板進行速度的一個控制 搶一個先手 然後他選了兩個火屬性魔靈 一個火殺手跟火哈格 我這邊出一個水二 進行一個群青 然後補一個很強的控制光猴子 然後他選出一個水化 進行算是對我一個水二的一個針對 然後一個反控魔靈 我這裡搶了會比較久 然後最後選出一個分馬 然後搬了他一個主要的輸出和控制火殺手 因為我有分滑板 所以對於兩個水屬性的還是比較好針對的 我當時給我的光猴子配的是比較高的迅速符 我先打一輪 他的隊伍是主打反手 這個光蘿莉控住了我三個 算是狀態比較理想 只要被我水澳開出大來 血肯定是回得上來的 現在光鳥頭加強一下 他的回血如果有debuff在身上的話 回血也是很足的 我快進行看一下 他現在基本是打不動我的 然後我這個分滑板 把他們兩個主要的魔靈CD給打掉 現在對於我來說 光鳥頭的加強 對我是比較大的一個方面的加強 所以很輕鬆地拿下了地板 跟Rigeki這一場的比賽 跟Rigeki一農稿 說明一下